沒有想到大陸進步這麼快 大陸的自製晶片竟然傳出 已經有阿里產出了第一顆 5奈米晶片 才在喊說他們自己要做晶片 想不到在今天 就產出了一片5奈米的自製晶片 是 今天我看到這個消息 第一時間還沒有覺得很驚訝 可是直接把他的規格拿出來一看 我真的是嚇一跳 真的是有厲害 來 我們現在 阿里現在是阿里的 他的子公司阿里雲 他原本他伺服器的CPU 其實都是用AMD的 他現在開始自主研發 所以他做出了這次這個乙天710 你可以看到他這個展示會 基本上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他今天的展示會 其實是非常低調 你不要以為這個場面 看起來很大 這場面人很多 對 可是你看他的內容 我強調是他的內容的部分 你可以先看到 他就告訴你說 我這顆晶片很厲害 所以我當然要跟人家比 可是他跟誰比 他居然沒講 他說業界標竿 你看到Intel出新晶片的時候 他就拿AMD來說 你看我的比AMD好多少多少 你看蘋果出N1 是不是也是拿出來說 你看我的比Intel的好多少多少 可是他居然說業界標竿 蕭龍就會去跟聯發科的天氣 對 人家都講得很白 可是你看他只說 我比業界標竿 性能多20% 這個能效比高50% 請問他的業界標竿是誰 這很不尋常 一般沒有人這麼做的 所以我直接想到 那應該就是AMD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說的 因為AMD是業界標竿 它是因為 因為一般我們對這個PC跟Notebook的CPU 比較熟 對伺服器比較不熟 所以我就去做了功課 AMD現在大家看到這個EPYC7763 是目前所有伺服器裡面 性能最好的一個晶片 所以我就拿它去對比 那你一比就知道 真的是嚇一跳 來 首先你看到架構 AMD的這個還是在停留在X86 那你看到77 這個以天710已經是用ARM 現在的主流 再來更重要的是大家講到的 阿里雲這一顆居然用的是5奈米 我們過去就我個人對 中國大陸的整個科技業的 這些思維裡面 覺得技術最好的應該就是華為 可是居然阿里巴巴 也可以做出5奈米的晶片 其實之前就有人傳言 華為因為被制裁之後 華為有一些人到阿里巴巴去了 非常有可能 因為就我了解 阿里說要做這件事情 其實時間沒有很短 你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你沒有過去的經驗 你居然可以直接跳5奈米 這全世界沒人這麼理解 我比較好奇的是 誰幫他代工 好 這也是今天另外一個 我感到非常奇怪的 媒體都說台積電 很抱歉 台積電當然不可能講 因為台積電下來不對客戶比較 台積電絕對不會講 到底他 可是阿里巴巴也沒講 媒體說是台積電可能性高 好 因為你想 會做哪一名就兩間名 台積電跟三星 跟三星 就我們所知 中國當然跟台積電 跟台灣是比較麻糬的 所以找台積電的可能性比較大 可能性是高的 比較高的 所以你看到整個規格下來 你可以看到 雖然不是說完勝 這個AMD的這顆晶片 可是你看到 絕大部分的這些參數 其實都是贏的 這樣子一出來 真的問題很大 所以今天他的發表會當中 有另外一個 我覺得也是相對低調的就是 他說我們只是做了自己又 沒有要賣 如果他真的是 讓我們台積電代工 是 AMD也是讓我們台積電代工 對 AMD掉單 他們這個地方有單 其實對台積電來說是沒差錯 是 當然站在台積電 所以台積電當然不能講話 可是我們對應想到的 那AMD的供應鏈呢 會不會受到影響 那就要注意了 對 這是我今天看到這個新聞 所以AMD供應鏈要注意 好 第二個 我們看到另外一個訊息是 台積電 我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接了 以天710的單 就是阿里的單 但應該確定 接了俄羅斯的訂單 對 好 那這是因為當然俄羅斯那邊 他們自己說的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台積電從來不會表示 客戶的任何的訊息 所以不可能從台積電得到那些 可是客戶自己講的 那台積電就說 我沒有關係 你自己說的 好 所以你看到 俄羅斯也去發表晶片 大家講說 那你對俄羅斯的印象是什麼 是很先進還是很落後 這也是很矛盾 因為我們講到登陸月球 大家可能第一個想到是 美國阿里斯壯 真不好意思 全世界第一個登陸月球的國家 叫做俄羅斯 早在1958年 他們就已經登陸月球了 明明是一個這麼先進的國家 怎麼你看到現在這個晶片的規格 好像不怎麼樣 可是在這之前來大家看到 俄羅斯其實以前做了一支手機 還滿厲害的 你看到這一支叫做YOTA的這支手機 當年在2014年的時候 普丁還拿來送給習近平 你說這支手機有什麼稀奇的 來 全世界第一支雙螢幕手機 就是這一支 你看我們現在有雙螢幕 不就是才是這幾年嗎 這支早在2014年做出來 而且第二個特別是 它其實是兩面都有螢幕 但是有其中一面 大家看到畫面上面 表面看起來有螢幕嗎 它是用電子 電子紙的技術 電子紙 對 你看電子紙 不就是這幾年才比較成熟技術 人家2014年就做了 所以真的不要小看俄羅斯這個國家 人家如果真的在崛起的話 還是很有機會的 做這家手機的公司還活著嗎 真的很可惜 但因為我們剛剛說 被制裁以後 他2019年宣佈倒閉了 這樣滿可惜的 好 中國自製晶片出現了跳躍式的成長 而且竟然已經推出了 一款5奈米自製晶片 對台灣產業會造成什麼影響 我們比較關心的是 到底我們是受惠還是受害 我覺得第一個一定是先受益 為什麼 因為這些不熟IC設計的人 還要跨入IC設計要怎麼辦 要找強緣 什麼叫強緣就是IP 它需要很多的IP 來做出它的強緣 例如我們看 取代大力光成為台股炭花的力望 就這樣子到2000元了 我們看到今天這一段 這個跟中國比較密切合作的經歷科 其實也從底部翻揚 剛剛提到 市員為什麼能大漲 難道是IC設計嗎 當然不是 還是IP的概念 IP不是暴跌 IP是分拆 從分拆在底部區也打得出來 這個威盛本身去年為什麼會獲利 也是賣了IP給中國 所以我們來看新唐本身 也是在日本有一些NRE的服務 所以簡單來說 台灣有IP跟NRE 為什麼在力望帶動一哄而上 就是因為有一個 你對IC設計陌生 但是你要發展的IC設計 就要靠我的IP 所以當然是有利 但是話說回來我們看下一張 有人就會擔心什麼 那對IC設計可能不利 特別是很多人很擔心連發科 比如說小米 Obo Vibo他們都要 或是剛剛也有提到 伺服器他們也要做 他們都自己做去看小米 剛剛教授有提到一個 關鍵中的關鍵 大家想想看 今天小米如果今天花了100億 發展出一個晶片 說跟高通或者是比連發科還好 你會因此買小米嗎 你會因為小米多花了100億 還是我到現在還是因為小米的性價比 就是其他的中國廠商 沒有辦法因為自己研發晶片 而增加產品的附加價值 所以都是一個對外大內宣 說我可以做 我可以做 等到真正要量產 實驗室他都做得出來 這個功效都很好 可是真的要量產 要真的跟人家競爭價格的時候 不用了 我們到最後還是要採用 比較便宜的方法 所以我認為國內IC設計 今天的漲幅就在告訴你什麼 沒什麼了不起 沒什麼了不起 我看這麼多的IC設計 紛紛的漲停 但是在IC設計裡面 當然當然有特殊的利益 宏觀有人認為他很投機 但原因是因為 他切入了光通訊的產品 安格跟翔碩之前都有講過 是一個高速傳輸 亞信跟九陽 這也是網通的一個類股 我們整理出來發現他們有幾個共通的類股 第一個產品要很特殊 第二個 安格是安國集團 翔碩是華碩集團 亞信跟九陽是什麼 是聯發科入主 所以我們發現 在這個最後衝刺的時候 有集團股 有特殊觀念 有IC設計 最好還有什麼 還有IP 那可能投資本就不用講 到底要選哪一檔 就我一個人就可以包了 所以我們往下來看 我們來看2401的聯羊 本身聯羊集團 就有非常多子公司在上市 他主公什麼 大家都很清楚 車用 現在車用行不行 大家都很清楚 電動車各方面車非常的行 而且更重要我們看到這一點 他除了IC以外 公司往IP的產業發展 他也進軍了所謂的IP 而且在車用上 所以IC設計加IP 所以再加上集團的 這樣的一個社產 我認為IC設計是IP股 投資本不用太擔心 可能在大IC休息的時候 IC設計股 將扮演台灣的主軸 好 所以聯羊是 政賢看好的個股 不過我們發現 最近很多創新高的股票 都是電子股 所以請雲翔帶我們來看 創波段新高的這些個股 到底能不能追 因為我知道過去雲翔 是滿喜歡追強勢股 現在這個氛圍能不能追 今天創波段新高 近期法人又站在買方的 包括順德 泰鼎 德威 宏達電 剛剛談過宏達電 還包括車電股的蓬城和建設 對 這裡面其實大概 可以看到一個方向就是說 車用還是一個主要的一個 車用是一個很重要的主軸 對 很重要的主軸 所以你可以看就是說 順德跟建設 基本上是做導線價 車用的導線價 所以建設已經都要300多塊了 可是確實說他們基本上 他們收益沒有到很高 377了 對 那就是說本益比 還是已經偏高 所以我認為說 不能追 我不太會去追 像蓬城跟德威也是 因為德威基本上是因為 在2018年病了一個雅錫 所以他的量爆起來以後 他確實他一劑可以賺2塊錢 可是你試想說一劑賺2塊錢 一年賺8塊 現在股價到220 所以我覺得 以目前這樣的情況下 我倒是覺得說 先不要去追這樣的一個標的 所以這些創新高的股票 如果他的基本面不夠支撐 他的本益比太高 還是不能追價 當然未來可能還會好 可是我覺得等修正回來以後 再進場會 新品的激勵效果怎麼看 陳妍 連續新品的發表 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帶動了今天整個IC設計的回程 說真的 剛才楚董講到一個非常關鍵的 你一定要有一個領頭羊 而且是精神領袖 這個精神領袖登高一呼 所有的這個IC設計股 就有機會持續的開始大漲 所以這個精神領袖是誰 我想不用多講 就是聯發科 絕對不是智原 是聯發科 而且在這裡 我們也看到包括創委 你不用再提醒智原 我們都知道 是 還有像偽權店這些 股價都上來 而且其實確實 我要講這些獲利其實都不錯 那今天我們分析的新品 我覺得我們先來談一下 這個內容就是說新品發表會 大家猜說新品發表會 你的主角是誰 每個發表會都有主角 可是我們從邀請函上面 就是看到這個畫面 這個邀請函就是很多 這個APP的圖示有沒有 跑出來 然後有很多種顏色 看不出來 所以會不會其實就是 青旗艦這個A系列的 還是說它有很多新的顏色 你看很年輕的顏色 比如說粉彩 黃色 藍色 這種粉彩系列的新型年輕族群 會不會是這樣 當然另外一個三星的影片 更有趣 我們看到這個影片裡面 也沒有看到什麼科技感的東西 但是他有三個很可愛的 這個小外星人有沒有 然後他們在玩這個中控台 然後玩一玩以後他們身上 注意他們身上的顏色 注意他們身上的顏色 我一直要強調 他再換一換 他自己身上的顏色就變了 而且因為在這個影片裡面 出現Unfold的這個字眼 就之前昌星展示過的那一支折疊機 所以會不會是折疊機 未來有選色系統 你可以自己選顏色 今天晚上三星的新品值得期待 另外Google呢 這個我覺得大家都在拚 都拚20號 但這個Pixel 6這個手機是Google 他要用他自己研發的晶片 當然這個未言先轟動 為什麼 因為既然在蝦皮上面 已經秀出來它的價格 Pixel 6 599 這個898價格竟然已經出來 而且在美國據說還在便宜 比前一代的便宜100塊美金 當然這支手機 因為他自己研發的晶片 有很多功能 我是覺得滿吸引的 譬如說我們在拍照的時候 常常後面有張東西 張東西借過一下 不是 對不起 這個行人叫他借過一下 那怎麼辦 沒關係 拍完以後你就看 張東西不見了 不是張東西 就是路人 另外有時候我們到國外去 我們有時候看不懂路標對不對 手機拿起來掃標 然後他直接幫你翻譯那個路標 再來所有的已婚男性 最害怕的就是 手機安全性的問題 那這個時候 他幫你做了一個安全的功能 當然我覺得講到 那老婆沒有那麼容易 可以打開你的手機 對…不是 就是說萬一手機掉的時候 人家撿到 不是那麼容易打開 好啦 我們來講股價 來 最後一點點時間 IC設計股的股價怎麼看 當然我覺得基本上 聯發科還是非常重要 我們898今天上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24 整個K線來看 其實很妙 今年年初 大家預估聯發科 今年賺56塊 可是到現在 預估聯發科是賺62塊 今年 明年甚至可能賺到66塊 那我不理解 我的數學是不好還是怎樣 算一下這個本益比其實很低 那股價怎麼不漲 而且後年還說可以漲 獲利還可以到70塊 所以這股價委屈了嗎 委屈了 我真的覺得委屈了 所以未來當然持續的觀察 下面也可以幫我換一下 包括這個 直接換頭信好了 我們直接換頭信好了 那其實也看到就是說 大家前面布局... 好 然後這兩天調 但是再幫我換外資 我們看一下外資 外資 來 我們看一下外資 看一下外資 這時候外資慢慢回來 因為之前在喊的 其實在喊的 就是外資一直在喊 最近他有回來 所以我覺得還是可以留意一下 那另外最後一個 幫我看一下很快的就好 這個偽權電 偽權電 對 偽權電 因為剛才講到這個 這個安全的問題 現在還有新機 Type-C 這些對它也是有幫助的 那我們也看到這個 外資的籌碼也慢慢進來 本益比也是偏低 還是可以留意一下 中國很有可能 如果想拿下台灣 現在短期最大的目標 是為了半導體 甚至有人曾經發表過 非常多的評論說 中國對於台積電 能不能拿到台積電的製程 產量以及技術 他們非常期待 所以老美一直說 台積電有可能有 政治地緣風險 甚至有人說 因為台積電會引爆戰爭 當然各種說法都有 但是 中國想要自製晶片 如果沒有台灣 恐怕很難辦到 其實今天很明顯看到 IC設計類的股票 前一段時間真的是被大家 不但被打入冷宮 直接踩在腳底下 還要抹它兩下 尤其是聯發科 從9月29號以來 外資賣了超過一萬兩千三百張 將近大概在一百億台幣左右 而且今天還是在賣 但是我們卻看到就是說 今天整個IC設計族群 已經開始醞釀一些反彈的一個契機 而且像聯發科它是破底翻 對破底然後翻上來 那是跌升大反彈 包括智元尤其是今天宏觀 也一口氣拉上去 剛剛我在講智元爸爸的時候 導播好像沒Cue到你的臉 那我們就再Cue一次 對 不知道那是我小孩 他最近是表現得非常好 成績非常驚人 但是身為父親的我 其實也沒有太驕傲 因為我們還是很謹慎樂觀的在看待 廢話不用再講 在IC設計這個地方 那基本上我覺得 在這裡一個重點 就是說聯發科其實最近 跟ARM合作 這個所謂的光影的這個概念 把他追光的概念 把他引入到這個天機系列裡面 那追光這個技術一直都在 這個電腦版裡面 如果手機有那是很驚人的 為什麼 如果我們仔細看 這個畫面當中有看到一個影子 一直跑來跑去 光影追蹤 那個是一隻鳥的影子耶 所以如果你沒有光影追蹤的 這個功能的話 坦白講 你看不到鳥在天上飛 你沒有那個影子 它不會跟著動耶 甚至如果你仔細看 光線其實太陽光 竟然有一些強弱的差別 這個要去懂得做 這個晶片要能夠做到光影追蹤 才有這樣的一個效能 這是第一個厲害的地方 第二個部分是 在我們講這個無線晶片新平台的部分 聯發科又再去發表 Wi-Fi6的部分 兩個新 一個新品 那更重要的是它整個市占率 直接就是第一名 現在它是老大哥了 遙遙領先荷蘭的恩智浦 那你說什麼高通博通這些 就不用談就是落後了 這高通跑到第三去啦 對 那當然剛這個沒有看在眼裡 這個 但是基本上我覺得最重要的 還是這個研究機構的一個講法 就是說 基本上 為什麼大陸對我們的這個產業 很有興趣 好 我們來看 全世界在高階製程的部分 有62.8都在台灣 所以換句話台灣掌握到 半島底最先進的製程 沒有台灣很多出不了貨 對 那你如果說 全部好了 譬如說我們把各種製程 全部一起看 我們是在21.4嘛 大陸是15.3嘛 那因為它想要自製晶片 要做到70% 那現在是多少 差很遠 說到怎麼很怕人 做出來是笑死人 他說2025到70% 我看難度很高 現在大概16% 所以它其實真的很主席 想要整個包去 但是我覺得 很主席 對 包鬼 包鬼 那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這裡面有幾個 非常重要的關鍵 第一個 他們現在最高科技的這個電動車 一台很驚人 我看到80萬人民幣 如果沒有我們的晶片 沒有辦法 他會有做一台80萬人民幣的電動車 這個應該是現在電動車的天花板 要超越滿難的 因為這台電動車厲害到 你要下車你按一個鈕 車門匆匆幫你打開 而且它對於這個雨滴的感應 真的如果有下雨的時候 它車頂就不會開了 這有量產嗎 還是只是紙上畫畫的概念 沒有沒有 真的有這台車出來 真的有 而且重點是它的這個螢幕 它本來是三片螢幕對不對 你可以各自做 你也可以三片整個連起來 那這個沒有我們的晶片 能辦到嗎 其實有困難 第二個 我們在講這個手機 OPPO不是出了那個光學變焦嗎 其實它這個光學變焦 兩個非球面的一個鏡頭 跟傳統多鏡頭 做一個對比 很明顯 當我的對焦開始在拉的時候 它的這個焦距很明顯 比如說白平衡還是非常的好 光影的補充還是非常的好 可是你如果沒有這個技術的話 你整個會糊掉 這個是一個 再來最後一個我覺得 最驚人的是什麼 就是AirPods 我們仔細看畫面 這兩個都是AirPods嗎 不是 一個是假的 一個是真的 一個是山菜 但是如果我在畫面上 我沒有註明假跟真的話 真的分得出來嗎 實際上 那這跟台灣的IC設計有什麼關係 好 因為呢 這一個呢 這一個AirPods 蘋果賣了一億幅 山菜版賣了六億幅 靠的就是連發科旗下的打發 這要靠三顆達方的晶片 對 但是當然會說 那你達發你只會做山菜 不是耶 它真的現在已經切入到 AirPods跟Sony了 而且更有趣的是 它以前做山菜嘛 那因為很厲害嘛 現在還有人模仿達發 就是他去模仿做山菜的 還有達方的山菜 對的山菜版喔 所以很明顯這個點啊 就是如果沒有台灣 這些可能要實現都很困難 沒有台灣很多高科技產品 很多3C產品是出不了貨的 對 IC設計在今天出現破底翻 這是短彈還是有波段空間 好 當然我們還是要講 真實的一個情況喔 我們就以連發科來講喔 其實連發科的K線我們看一下喔 實際上基本上 連發科上半年賺了33塊 可是我們怎麼去算 都覺得這個本益比很低對不對 對 但是它的線圖就是很差 但是它的線圖就很醜 就是很醜 它就套這麼多 沒錯 沒錯 套到這裡 但是呢如果它要達到 很好的獲利的話 以目前營收成長率 年增率喔 大概在20到30來講 其實是不夠的 所以下半年的獲利 有可能比上半年還少 所以為什麼它跌 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要講實在話喔 這一波 我覺得你乾脆就不要講連發科 你講致遠就好 是啊 因為你先問我會不會談嘛 對不對 你又不喜歡連發科 我沒有不喜歡啦 我只是要回答你嘛 我要講真話嘛 就是可能談一下 好 那致遠 他會看一下 你看 這個強勁 力道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下面 你在哪裡講 讓我們回顧一下好不好 坦白講我 比較沒有像很多人 一直惦記著 他自己講的股票啦 每天都要講說 從哪裡開始講 從哪裡開始講 我們講了很多次嘛 對不對 好 對對對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還會再長嗎 因為現階段量整個都上來了啦 而且我們的收視率這個全國第一 大家都在看這一支 我都有點不好意思了 對不對 那現在已經長 你不要講那麼多廢話 現在還會再長嗎 短線上我擔心說 長多會壓腹 不要追了 對 所以可能 等他回來測試這個 這個高點這個位置有沒有 如果有撐 我們再來持續